焚神之力一出 刚刚还在不断蒸发出去的血气 瞬间被这道奇特的焚神之力给压制了回去 一道道金色的力量化为光韵 直接是覆盖在了消炎的皮肤表面上 而且还可以清晰地见到 自己的血液骨骼 经脉之中 都有着焚神之力在游走着 同时 也让着消炎的精神提了起来 所有的炙热感都有所减弱 仿佛还有着和极其舒适质感 由内而发 自从炼化了两道神火之后 这焚神觉的力量 更是比之前的强大了一些 此前焚觉提高功法等级的时候 好像就是靠着一伙的吸收 逐渐地提升功法等级 而这焚神觉似乎也是如此 吸收的神火越多 那么焚神觉的力量也会随之越强大 至于能够强大到什么程度 怕是没人谁能够知道了 唯有创造焚神觉的那个人 或许才知道焚神觉的真正等级在什么层次吧 蔑视的灵智已经被打散 如今的本源应该就好吸收一些吧 毕竟没有任何的意志存在 只要有焚神觉在 所有的神火都难逃焚神之力的吞噬炼化 萧炎双眼微眯 直勾勾在这神秘紫色的空间之中 目光扫射了一番后 刚想迈出脚步往深处一探究竟的时候 刚刚那消失的炙热质感 此刻又愈发地在萧炎的皮肤上出现 把刚要迈出去的脚也收了回来 疑惑了起来 心想着 难道是焚神之力失效了 但是 这应该不太可能啊 萧炎一直运转着焚神之力 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不过 萧炎的目光扫射四周时 总感觉有不好的预感 就好像自己被蔑视本源给包围了起来 不可能凭空出现这样的情况 除非 萧炎后退了几步 看了看前后左右都没有异常之后 突然间 他似是感应到了什么一般 直接将自己的头缓缓抬起 也就是这一抬头之下 他的瞳孔竟是急速地收缩 脸上被一股震惊之色所代替 就仿佛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 九 九轮大日 看着自己的上空处 竟然突兀间出现了九轮大日 而且 每一个紫色大日的热量散发 就已经让得萧炎承受不住 更何况是九轮大日 这简直就是能够制制考一切的生灵万物 就算是身为神的萧炎 神体都感到 被九轮大日制考的滚烫之感 仿佛在待上一秒的时间 都要彻底地被焚烧成虚物 如此强大的本源能量 怕是不好收服炼化了 萧炎强忍着身上涌出的汗水 以及毛孔之中 又有血气开始挣腾而出 真面世本源 没想到失去了灵智之后 还如此地反抗 还真是不得其解啊 既然如此 我便让你尝一尝 被神怒轮回吞噬的滋味 三妹 幻虚地言 融合 在萧炎的呐喊声之下 一道混色火焰 以及炫白色火焰 出现在了自己的手掌上 并且将焚神绝的力量 催动到了极致 随着金色能量 灌入这两道火焰中后 便是很快就成功地 将三妹和幻虚地言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而就在这融合之下 其周身此刻 竟然多了一层神圣的光辉 光辉中 有着无数小颗粒的星点 徐徐上升 散发出极其可怕的能量波动 然而随着萧炎师 展出如此可怕的力量后 上空处的九轮大日 也是感受到了 这股强大的力量后 竟是有了异动 那九轮大日 竟然开始耀眼地闪烁起来 而且 随着这些耀眼闪烁起来后 九轮大日的能量 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毁灭危险之气 朝着萧炎龙罩过来 毁灭的炙热力量 直接将空间都硬生生地蒸发崩裂 爆发出恐怖的毁灭气息 这股毁灭之力毫不夸张地说 能够在一瞬间 摧毁世间万物的一切 就算是七重天卫神 在这股力量下 怕是都得避之锋芒 如果硬要去对抗的话 那么只有重伤的下场 这灭世本源 还真是不给萧炎一次机会 一出手便是杀招 连七重天卫神 都会重伤的毁灭力量 萧炎就算施展神怒轮回 怕都是极其地没有胜算吧 但是 既然想要炼化灭世本源 就必须将其击败 不然的话 自己可是连炼化灭世本源的机会都没有 这本源比起之前炼化三昧和幻虚时 更加的困难时分 不愧是排名第三的灭世神火 这本源简直强得可怕 随着毁灭力量 已经将萧炎笼罩 那九轮大日 也在瞳孔中逐渐地被放大 下一刻 萧炎的手掌上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圆环 圆环的边缘 呈现出多种绚丽之色 外围还有一层被神圣的光辉包裹着 并且 圆环中所散发出来的力量 也是极其地恐怖 因为那就是神怒轮回的轮回之力 不管是什么能量 只要被吞噬吸入圆环中 都会在寝客间灰飞烟灭 神怒轮回 去吧 萧炎的话音一落 奇异圆环逐渐地以萧炎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而去 圆环直接朝着九轮大日吞噬而去 并且将整个这里的空间 都要吞噬在那黑暗的圆环之中 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圆环的锁过之处 空间如有水波一般 荡漾了起来 倒倒虚实的涟漪 波动无尽地扭曲着 很快 那九轮大日 直接被那神怒轮回的巨大黑洞 给吞噬在了其中 所有的炙热气息 也在这一刻减弱 瞬间 那圆环中爆发出了 响彻天地的能量爆炸声 似世里面有着多道力量 正在相互碰撞 还来有效果 见到那九轮大日 被神怒轮回吞噬进去后 硝烟以为就能够击败灭世 结果他 还是太过天真了 下一刻 那巨大的黑洞上 竟是看到了一道裂缝 其中有着紫色的火光生腾着 自自 随着一道又一道的 裂缝撕裂声响起后 整个神怒轮回的圆环 瞬间爆裂而开 化为漫天星点消失不见 那九轮大日 竟是直接硬生生地 脱离出了圆环之中的轮回之力 这也是硝烟首次 见到自己的这一招 被灭世本源这么轻易地破解 九轮大日 又一次地出现在硝烟的瞳孔之中 刚刚减弱的炙热能量 再一次地飙升 并且那九日 直接朝着硝烟爆射而来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瞬间涌上心头 不好 硝烟怒喊一声 想要催动神力 躲开这九轮大日的攻击 结果还没动身 那九轮大日 直接将硝烟所有的去路团团围住 而硝烟立于九轮大日之中 感受到这些大日的恐怖毁灭气息 就算是硝烟 也是没有任何营的希望 这灭世神火 果然还是不那么好练化的 远远超出了硝烟的能力范围 这灭世之威 一旦成为自己的力量 大日后 怕是能够越级战斗了 虽说在天位神之中 无法越级战斗 但是 只要收服了神火 那么就可以打破这个 无法越级战斗规则 毕竟神火乃是大咒所孕育的神物 那力量也是恐怖至极的存在 硝烟现在怕是危险时分 那九轮大日 冲破了神怒轮回的力量后 开始不断地膨胀 散发出炙热毁灭气息 直接令得硝烟的身躯上 出现了灼痛之感 体内的血液蒸发 更加地快了起来 就连神魂都是被其所影响 所有的力量 都被九轮大日的恐怖能量所压制 根本无法施展 再这样下去 恐怕硝烟真的要被焚烧殆尽了 无数的汗水滴落 和血气最后一期蒸发消散 硝烟的衣袍 都是瞬间被焚烧成虚无 那强壮有形的身躯 便是裸露了出来 但是 此时的他 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危险 这种危险感 竟是让得自己如此的无力抵抗 难道真的 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看来在灭世面前 硝烟依旧是太过的弱小 三重天位神的实力 根本无法吸收 拥有着七重天位神巅峰的灭世本源 还是力量太弱吗 硝烟表情逐渐地争鸣 身躯也都开始逐渐地被焚烧融化 血液更是喷涌了出来 他不甘 自己经历过过无数生死 才达到了如此的成就 他不甘就这样陨落于此 灵动牧尘还需要等着自己去救 以及自己最重要的那些人需要守护 所以自己不能死 虽然实力弱 那就彻底地爆发焚神之力 我就不相信 我硝烟无法收服这道灭世本源 硝烟心中的坚决异常地坚韧了起来 想起自己 还有很多事情都未完成 可不能就这样陨落 暮光之中有着金光闪烁 瞬间一股极其神圣强大的力量爆涌而出 使得硝烟的漆黑瞳孔都变成了金色瞳孔 看过去十分的神圣 并不可侵犯的一种感觉 焚神二火四字从硝烟的嘴中低沉爆喝出来 那金色的奇特力量彻底地被释放了出来 自身的实力也从三重天位神标 升到了四重天位神巅峰 并且想要配合圣龙营的准绝世神技来冲破包围 不然的话 硝烟今日必定会陨落于此 有了焚神二火的加持 自己的实力也是达到了目前极限的状态 那一双金牟仿佛是一双极其拥有智慧一般 从中散发出无比奇特的惊人能量 充斥了整个空间 并且金色力量化为一道道能量条 不停地进入了九轮大日之中 竟是在那一瞬间九轮大日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这诧异的一幕 尽收硝烟的那双金牟之中 然而此时 在硝烟后方的遥远空间上 一双巨大的金色眼瞳浮现 一道无形的力量 悄无声息地洞穿这紫色神秘空间 直至九轮大日而去 还没等硝烟师展出圣龙营 将硝烟包围在其中的九轮大日 竟是在这一瞬间爆裂开来 随着九道声音的响起 那九轮大日直接就消失不见 但刚刚爆发出来的能量 并没有波及到硝烟 仿佛硝烟此时 被一道无形的能量所保护 就算是灭尸的毁灭力量 都无法伤及丝毫 看到眼前的这个震惊的一幕 硝烟当场愣在了原地 刚刚还要对自己攻击的九轮大日 竟是就这样消失了 不会这灭尸又在搞什么鬼吧 过了片刻之后 硝烟并没有察觉出什么异样 并且刚刚那危险的气息也消失之后 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硝烟还在疑惑坚实 刚刚她遥远后方空间中的 那一双巨大金色眼瞳 也缓缓地消失不见 而硝烟不知道的是 焚掘空间中 那一尊由黄金打造的数十米雕像 竟是散发出一道金光 最后这道金光 被收回这座雕像的额头处 一道被刻画出火焰的印记之中 那双眼也是紧闭着 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动静 雕像的下方四周 有着一个巨大圆形的图案 图案中可以看到神秘的金色符文 这些金色符文 似乎有一股无形的能量 在四周散发着 而且充斥着整个坟掘空间的 每一个角落 虽然不知道 这些神秘金色符文代表什么 但图案之中 有着看似火焰的图文 这些图文总共有九种 这九种火焰图文 围绕成一圈 而在这九种火焰的图文中心处 却是没有任何的图文表明 则是一片空白 这座数十米的雕像 是一位盘腿做的男子 完美的精致五官面庞 竟有些神圣质感 虽然只是雕像 但这男子雕刻上 穿着非常尊贵华丽的衣袍 整个轮廓都被刻画得非常精美 没有任何的瑕疵 换句话说 这根本不是一位人 可以刻画出来的雕像 因为这简直太过完美了 而在不远处 一道身穿淡金色衣袍的身影 一双同样充满着智慧的金眸 望着那雕像之处 只是他的脸上 倒是挂着一抹微笑的幅度 给人一种极为的的神秘质感 如今 那恶魔蠢蠢欲动 怕是那些魔神早已经苏醒了 天人界毁灭 看来他们的计划 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如果一旦完成九步 那恶魔必将触及引动那个存在 届时 真龙将士 混沌虚无 我的脚步 应该也得加快一些了 这道淡金色衣袍身影 喃喃自语了起来 随后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神秘紫色空间之中 萧炎也从震惊中 缓缓地回过神来 刚刚的场景 依旧在心里久久不散 因为刚刚并不是蔑视搞鬼 而是萧炎感觉到 一股说不出来的无形力量 它似存在 但又不存在 这些问题虽然围绕着 自己形成不解的困惑 但既然这事情是对自己好的 也暂时放到了一边 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萧炎 对蔑视本源的炼花吸收